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万华区走走逛逛 万华区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区域 也藏有很多知名的小吃店家 不仅有米其林小吃,也有无白碗小吃 那究竟今天我们要去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看下去吧,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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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第一家吃甜点 看一下有没有很多人 三六十把 还好耶,不用排队,我来看一下有卖什么东西 有麻糬也有甜湯 你要吃減重冰喔 那一個減重冰 請問這裡吃還帶走 這邊吃 你要吃什麼 綜合原豆花 綜合原豆花 還有減重冰 一個綜合原豆花 是嗎 來 我們來吃這個減重冰 我好像從來沒有吃過減重冰 減重也吃過 沒有吃過減重冰 黑糖冰 它的黑糖很香 減重 很軟 好吃 很重本身沒有味道 所以靠它這個湯汁的味道 湯汁很鹽 很好吃 非常的鹽 它就是一些綜合丸子 二樓的位置蠻多的 今天是桌末 也不會有客滿的情形 你說這是米其林嗎 還是必比人 其實都沒有 單純好吃 是 綜合原豆花 這是綜合原豆花 對 對 對 豆花的量 欸你剛剛有吃很多嗎 沒有很多欸 我覺得 豆花的量沒有很多 切切切看口味 我蠻喜歡它糖水的 我覺得有點 可是不會到覺得很膩 就是剛好的甜度 蠻消暑的 吃豆花很嫩 夏天來吃冰就是很爽 超爽的 這家店的位置還蠻方便的 直接運站走過來 那一分鐘就很噁 好吃的古早味 這家冰店也都有賣喔 現在還沒有很晚 不知道這邊有夜市欸 那我們來逛一下夜市好了 有要好吃的也可以吃啊 欸很多觀光客來這邊欸 賣水果喔 有賣衣服 這個衣服是二手衣還是新的啊 有可能是二手衣喔 二手衣 吃冰 他很多都是賣衣服的呢 欸他有賣這個是小飾品嗎 不是他是那個那個蜜件 直接往那邊就可以到 到小王族瓜了 好 就是小王族瓜 好啊 我們去吃小王族瓜 這邊賣的東西都還蠻神秘的耶 賣一些五金雜貨 琳瑯滿目的 要玩一點 這個 這個 還有賣二手衣 各種鈔票 花壺刀 舊手機 有啦 這條有名字 人家叫做西昌街觀光夜市 你說以前記得是賣吃的嗎 還是他晚一點會賣吃的呢 現在都是賣雜貨舊貨 舊貨 餓手貨 也許晚一點會賣吃的吧 有人知道嗎 知道的人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一下 我們走快要靠近最主要的這條 我們今天要來逛的這條 華西街 左邊就可以看到他的招牌 進去就是華西街觀光夜市 我們先準備右轉去吃小王煮瓜 希望不要很多人喔 這裡面有棚子下雨也不用怕喔 好多家吃的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好吃的吧 這裡就已經超常超多東西了 現在大概是五點左右 還不是用餐的高峰時間 所以看到其實每一家都還有位置 我們來找找看我們想要吃的有沒有位置呢 喔這裡也可以騎車進來 所以自己要小心看路喔 鍋加炒牛肉 這家有人在排隊耶 台南蒜魚意麵 哪一家阿義滷肉飯嗎 阿義滷肉飯也有米奇麵 柯仔滷肉蓋飯 哇到了 小王煮瓜 兩位謝謝 謝謝 漂亮喔 走 我們進去現在人沒有很多 所以是自己先找位置坐 然後寫桌號 然後拿給他這樣 找位置坐 找位置坐 好 後面沒有啊 後面還後面 喔有有有 還有最後一桌 把酒精美沒看到 那我們就坐這裡啦 來去結帳 好像沒來配喔 沒事了 沒事了 欸阿義 我們還要連位滷肉飯喔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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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來 我 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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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來 來 來 台灣 还可以获得一个红包抽奖 抽到三点还不错 大碗卤肉饭一碗是65元 它的卤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咸香咸香的 蛮好吃的 尤其是它的米 煮得超Q超有口感的 会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口接一口吃下去 青汤瓜仔肉一碗70元 汤头蛮香甜 口味特殊 蛮好喝的 尤其是它的肉羹 咬起来肉感扎实 几乎全是瘦肉 很好吃 原本以为只是喝碗汤 没想到肉这么好吃 算是有惊艳到我的一道料理哦 不过汤里面的花瓜腌制的有点咸 看个人口味 我吃了一口之后 觉得有点太咸了就没有把它吃完 如果不喜欢吃太咸的话 就喝汤跟吃肉就好了 卤鸭蛋一颗20元 卤得超Q超好吃的 而且不会太咸 我觉得就算单吃不配饭也很好吃 这个大家来也可以点点看哦 那一家我们来吃获得多年米其林的外带美食 叫做圆芳画 那我们来开吃圆芳画包 哇 蛮漂亮的耶 你看它就这样一层肥皮这样 它的肉蛮漂亮的 对 肉蛮漂亮的 我觉得它的肥肉不会很肥 吃起来是蛮有咬劲的 不会说真的就一块油的感觉 好吃 花生粉很香 那酸菜是我喜欢的 酸酸的可是不会很咸 刚好今天没有排队没有吃的 夜市蛮热闹来逛逛也不错耶 就是到处走走逛逛看喜欢吃什么就吃 那这几家有名的我们吃过了 以后再来看搜看看 比较没有人报道过的 也许也可以发现更好吃的店家 来吃下一家北港甜汤烧麻糬 期 Bobby Hous务失望 전 еп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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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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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招牌的烧马鸡超级好吃 超级Q的 它是在糖水里面一直熬煮 等到有客人点的时候才捞出来沥干 再撒上大量的花生糖粉 吃起来Q弹有劲 花生香气十足 让人忍不住一口又一口 真的是太美味的幸福好滋味了 因为实在吃不下了 所以另外点了消暑解渴的绿豆汤 也是非常清凉好喝 不过要离开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的招牌是米糕粥啊 真是太可惜了 下次来一定要再吃看看 走出华西街来到广州街上 太阳渐渐下山了最热闹的地方 夜市摊贩也慢慢摆出来了 吃饱喝足来走走看看吧 了解热闹的地方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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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還不錯 它蠻特別,裡面還有包,這是蛋黃嗎? 水煮蛋 好吃耶 這樣一支15塊不貴耶 這張小點心吃也不錯,還蠻好吃的 好吃 現炸出來的 讓我喝一下愛玉冰 它一個袋子給你 然後它一個心管沒有綁子嘛,沒有綁 一袋 40元耶 不便宜耶 然後它就有點檸檬愛玉的感覺 酸酸甜甜 這邊也不錯喝 這大陸口就是最有名 很多家有名的都在這個大陸口 真的吃不下了,不然應該再去吃那個甜不辣 來這邊都可以吃一下 這兩個好吃 我們吃飽以後又到西門町去走走逛逛 消化一下 結束這炎熱又精彩的一天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謝謝你的觀賞 那我們就下一集的影片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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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